早安气象时间 刚看到的窗景是在墾丁 现在持续的下雨 今天其实在东半部 还有恒春半岛 依旧天气都是不稳定的 相信天气资讯要来问姝睿 姝睿早安 你好 姝睿要问你 其实尤其东半部的降雨 已经下了好几天了 今天有机会趋缓吗 还是会继续下 今天白天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会继续下 而且雨势还蛮大的 要到晚上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您才会觉得这个雨势 真的有慢慢的缓下来了 那么为什么台风都过这么久了 我们的雨还是下得这么大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日累积图 主要的降雨热区 还是在东半部地区 到恒春半岛的山区一带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 大低压带内 那么低压带里面的东南风 会把南方的云系北夷 吹进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所以今天气象局 还是持续针对东半部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 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不过随着原规台风 逐渐的往中南半岛移动 整个云系也会 影响的范围 也会跟着往南移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降雨的分布 今天主要的降雨热区 会是在花莲 还有台东到恒春半岛一带 当然宜兰也是会有雨 但是就不会下的 像前几天那么大了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 五后一阵雨也是会发展起来 而且到下午的时候 包含靠近山区的平地 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从晚上开始 东半部地区的雨势 就会明显的趋缓下来 这个比较像是迎风面 带来的降雨 所以要到晚上的时候 这几天的雨 才会真的有感趋缓 不过接下来几天天气 礼拜五大家可以稍微 就是穿口气一下了 因为礼拜五开始 水气会稍微减少 雨势会更明显的趋缓下来 北部东半部 还是会有偶震雨 但是雨势并不大 不过在礼拜六傍晚 开始东北风就要增强了 所以到时候 北台湾温度会有明显变化 天凉好个秋 在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会感受最明显 所以我们就用图表 再帮大家整理一下 礼拜六开始 礼拜五的这个天气状况 西半部地区基本上 是多云稻晴要留意 中南部地区还是会 午后雷震雨 东半部地区依旧 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 离岛地区在马祖天气 还是不稳定 但是金门澎湖 会是多云稻晴的天气 那么接下来 等到这一波东北风 也是我们入秋以来 上面就要注意到 在礼拜六的时候 高温还是有33度 因为到傍晚 东北风才会吹下来 礼拜天开始 温度就明显下滑了 高温下降6度 低温大约下降3度左右 尤其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北台湾低温会来到20度 如果是在沿海空空地区 大约只剩18 19度 所以提醒您 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这个秋天的衣服 可以开始拿出来了 另外在南台湾的部分 影响倒不是这么的明显 高温普遍都还是在 30度以上 低温大约是在 23到24度 不过接下来 大家就要留意 早晚的温差 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最后来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全台湾天气都还正 不稳定高温 大概是在北台湾 是29到31度 中部大约是在 31度左右 要留意五后雷见雨 那么南部地区 尤其是高雄屏东 今天的雨势 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在29到30度 那么东半部地区 今天要留意的是 花莲台东 可能会有雷雨发生 高温是在28 29度 马祖金门 澎湖地区 今天降雨几率也是偏高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在外 都还是要把雨伞带上 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秋天的衣服 也可以开始准备出来了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 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就还给丽如 这一节目标准备出来了 这一节目标准备出来了